哈囉大家好,我是兔頭 這集來給各位看說 如果挖礦機整組把它降壓超頻的時候 和未降壓前有多少差別 我們前面影片都有提到 降壓超頻這件事很重要 這件事會影響你挖礦的速度和挖礦使用的電量 如果你做的越好,優化的越棒 你可以省下越多的電費 我們來看,我現在已經用這種挖礦的系統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它就是在這邊跑 然後手機可以控制 我現在已經把這陣組的顯示卡設定已經跳回預設了 我現在使用的是HIVOS 就是一套很強的礦機挖礦作業系統 我之後的影片會教大家怎麼用這個 但是我影片還沒做完 進度有點慢 如果你們想要先看一些比較基本的教學 你們可以先去看網路上或是其他YouTuber拍的影片 我拍的話會講的比較詳細 今天這整影片我決定分成獨立的一支影片來分享給各位 是因為真的太震撼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所有的顯卡設定都調回預設設定了 我們現在有三張5500XT 和一張580 和一張570 128.8MH 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完全沒有調過它的預設時脈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溫度變非常高 都有到80幾度 轉機功耗軟體上面顯示是617瓦 非常高 我們來看看我現在插座這裡有接一個可以測瓦數的 它實際耗電比進900瓦 非常可怕 然後我現在要把它降壓超頻 我這幾天已經有設定一組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穩 而且已經優化到非常徹底的一組設定 我們現在把它套用上去看看 看前後差異有多大 我們現在得到的數據就是 預設的算力只有128.8MH 實際的瓦數是880瓦 非常可怕 然後核心溫度基本上是超過80度以上 單卡功耗基本上都有到130、110 我們現在就把它調成降壓超頻 我自身研究出的最佳設定 看一下情況差多少 好了 我已經把這些顯卡都設為我這幾天研究出來的 最佳超頻設定 我這幾天花了一些時間 就是有時候空閒的時候 或是在廁所大便的時候 就手機拿出來就在這邊調 我目前這樣的設定 我從昨天設定完之後 跑到現在沒有拒絕率也沒有延遲率 就是一種非常穩定的狀態 已經是 我覺得應該是一敗了 就是最佳狀態了 之後就不用什麼再動它了 可以這樣子挖好幾年 挖到這個卡壞掉的為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算力 跑到了147.1MH 功耗是351 溫度方面也下來了 都是50度上下 單卡的功耗都在75W上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看整機功耗 哎唷 挖到我的手 碰了 整機功耗變成540幾上下 我們算550好了 喔唷 痛痛痛 最終結果 我們得出了 我們原本是900W 變成550W 等於少了 350W 效率等於 精算了一下 效率大概多了 差不多40% 這樣子降壓超頻下 我們省了48點 再來就是算力了 算力原本是128.8 變成147.1 比原本快了 18.3 快了大概14%上下 從這個最終結果裡面看出來 由此可見 降壓超頻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啊 做得好的話 你可以找了快40%的電力 又快了一點點 喔 當然我這套設備 這不是最省電的設備啦 如果是用現在比較新的顯卡 像是RTX3070或是3060TI 那又更省電 速度又更快 下支影片 我就會教大家 如果主礦機以外 還會再教各位 如果看出市場上所有的顯卡 哪一張的算力最快 然後又是最省電 也就是要利潤最大化 以上是我今天的影片 這支影片有點短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主礦機的影片 會有點慢出來 我應該會多分成幾支剪啦 因為有點太複雜了 這樣子 呵呵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讚 並且訂閱我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了 大家掰掰